大家好,我老肉 今天咱们的话题 从地球上最后一块超大陆 盘古大陆说起 说距今大约5.5亿年之前 地球上存在一块超大陆 叫港瓦那大陆 从现在的大陆命名来说 它是由南美大陆、非洲大陆、南极大陆、澳大利亚大陆、印度次大陆 以及阿拉伯半岛 这么多大陆共同组成的 在当时来说 南极大陆的位置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的中心了 那几片大陆都聚集在南极点 把它夹在中间 到了3.6亿年前的时候 港瓦那大陆跟当时地球上另外一片大陆会合 就是包含了亚洲、欧洲和美洲的牢亚大陆 两个巨无霸撞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超级大陆 盘古大陆 盘古大陆在地球上存在了近两亿年的时间 这段时期对于地球生命的演化来说 可以说是最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了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 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 好多现代物种或者说已经灭绝的物种 都是在盘古超大陆期间诞生的 这其中就包括了曾经统治地球1.4亿年之久的恐龙 而且第一批真正的哺乳动物 也是在盘古大陆期间出现的 后来到了距今1.8亿年之前 正是恐龙最鼎盛的侏罗纪时期 就在恐龙们以绝对优势 只把陆地和天空的时候 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自己脚下的这片陆地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盘古超大陆开始解体了 首先是非洲大陆 美洲大陆和南极大陆 这三位老大哥闹矛盾 要分家 扯出了大西洋和印度洋 然后澳大利亚和南极大陆 小两口也吵架 结果澳大利亚把人家南极大陆 扔在了冰天雪地里面 最后是愣头青南亚次大陆 一头怼到了亚乌大陆身上 撞出了个大包 也就是喜马拉雅 这些都是惊天动地的大动作 大事件 那么小事件有吗 也有 咱们把目光聚焦在非洲东部 说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之间 也不那么亲密了 发生了点小隔阂 非洲推了阿拉伯一把 结果推出了鸿海和亚丁湾 塑造了非洲之脚 那么咱们今天的主角呢 就诞生在这次小事件当中 那么说非洲大陆 推阿拉伯半岛的时候 有一个小不点 被扔到了阿拉伯海里 谁呢 它就是索科特拉岛 现在的索科特拉岛 在阿拉伯半岛 以南380公里的地方 虽然地理位置上 离非洲之脚更近一点 不过在行政区画上 是属于野门的 索科特拉岛 是一个长条的形状 长132公里 宽50公里 比较有名的头衔有两个 一个是阿拉伯海生物多样性硅宝 另外一个就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 通过这两个头衔 咱就可以知道 这上面一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1990年代的时候 联合国派了一个生物学家的小队 来到了索科特拉岛 他们的任务呢 就是全面调查岛上的植物和动物 对他们进行生物学分类 这一调查不要紧 好多第一次来到岛上的生物学家 直接就惊掉了下巴 因为他们看到了太多太多 自己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物种 统计结果出来之后呢 就更说明问题了 索科特拉岛上 竟然有多达700种动植物 是它独有的 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就这么神奇 2008年的时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把索科特拉岛 加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来保护岛上 这些独一无二的生物 那么说索科特拉岛上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多专有的物种呢 生物学家们给出了答案 说当年非洲大陆 和阿拉伯半岛分家之后 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过了上一年的时间 大陆上的动植物们 灭绝的灭绝 进化的进化 早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而带着非洲大陆的生物体系 被孤零零的扔到 印度洋里的索科特拉岛呢 却是一套完全独立的 气候和地理条件 跟近在咫尺的非洲大陆 和阿拉伯半岛都不一样 这就让岛上的生物们 开启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 演化路线 尤其是常年的极端高温 和干旱天气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动植物们为了存活下来 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生存之道 造就了一大批奇特的物种 今天咱们就来认识几个 首先来说一种瓶子树 先不管它的学名叫什么 看到它的样子之后 相信大多数人 对瓶子树这个名字 应该不会有意见 因为它的长相 实在是太像一个大瓶子了 要说瓶子树的树干 那绝对可以刷新 大家对树干的认知 比树干还要粗的树干 说世界上仅此一家 别无分号 也一点都不会过 是吧 而且这些树干的形状 还各式各样的 也就是说 人家瓶子的造型还挺丰富 有圆球形的 有圆锥形的 有柱子形的 有纺锤形的 甚至还有几个瓶子 长在一起的 就是这么的为所欲为 那么说这瓶子树在生物学分类里面属于哪一类呢 它属于龙胆木 甲竹桃科 天宝花鼠 中文名叫富贵花 有个绰号叫沙漠玫瑰 非常霸气的一个名字 不过索科特拉岛上的沙漠玫瑰 实际上是富贵花的一个变种 虽然从遗传基因上来说 它跟甲竹桃 富贵花 这些植物是近亲 不过你再从形态上来看 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生物学家们不这么分类的话 谁也不会想到它们之间会有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 瓶子树为什么会跟它的亲戚们差别这么大呢 这就要说到索科特拉岛强大的造物能力了 刚才咱说了 索科特拉岛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温和干旱 一年12个月 每个月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 降水非常稀少 在这么一种极端条件下 植物们想要不被焊死 有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仙人掌 仙人掌大家都知道 为了减少水分流失 它把叶子退化成了尖刺 为了在下雨的时候尽量多存水 它的茎长得又肥又厚 结果就成了那个模样 那么瓶子树呢 虽然没长成仙人掌那样 但是走的路线是相同的 首先来说呢 叶子多了 水蒸发的就多 所以啊 瓶子树只长了很少的叶子 有那么一小处 一丝一丝就行了 赶上为数不多 下雨的时候 多存点水 那才是真的 所以得有个大容器才行 瓶子形状的树干就是干这个用的 你看了吧 人家这树不光长得像瓶子 就连作用也是瓶子的作用 这名字取的那是相当到位 是吧 那么说索科特拉岛的瓶子树 还有个特点 就是它在缺水的时候 会把叶子给退掉 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光秃秃的瓶子树 只有一个树墩子处在地上 而且啊 这还不是最绝的 最绝的是这瓶子树 它开的花还挺好看 是那种粉红色的大花朵 等它开满花的时候呢 就彻底变成一个花瓶了 再配合岛上荒凉的地貌 非常符合沙漠玫瑰这个名字的气质 同时这样让它显得更加的不真实 以常人的认知来说啊 你很难想象地球上的树木 还能长成那样 相当的不可思议 不过呢 对于索科特拉岛来说 它远远还不是最夸张的 看过西游记的朋友可能会有印象啊 比丘国那一集 猴哥跟八戒追妖怪来到了柳林坡 八戒一耙子砸在大树上 没想到大树竟然流血了 给八戒吓一跳 当时咱看这个块的时候啊 肯定不会当回事 西游记嘛是吧 怎么讲都不会过 不过实际上呢 这还真不是纯粹的神话虚构 世界上还真有树干会流血的树 它们就是天门东木 天门东科的龙雪树树 那么说龙雪树啊 大约有120种植物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灌木 长成树的很少 云南那边就有 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树干受伤之后会流血 而且流出来的液体 不论是颜色还是粘稠度 都跟动物的血几乎一模一样 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血啊 它跟动物血一样 流一会之后会结成血块 会结痂 所以第一次见到的人 基本上都会被吓到 给人一种树成精了的感觉 非常诡异 当然了 龙雪树流出来的肯定不是真的血 它们的树叶其实本身就是暗红色的 这是它们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树皮受伤之后呢 流出的树叶把伤口给盖起来 这样就可以防止病菌入侵了 那么实际上啊 咱们蹭破了皮 也会流血结痂 把伤口给盖住 是一个道理 正因为龙雪树的树叶 有这么一个结痂的作用 所以在古人的眼里啊 它就有用武之地了 在古代它叫什么呢 它叫血结 或者叫麒麟结 咱们看武侠篇经常有这么一个桥段啊 说谁谁谁受伤了 要赶紧敷上药才行 敷什么药呢 当然就是金疮药 这金疮药的配方里面啊 就有血结 古人认为血结有凝血 和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所以把它加到金疮药里面 那么除了被当作药物之外呢 血结也可以用来染色 被当作颜料来用 比如18世纪的时候啊 意大利有一种漆叫龙雪漆 就是龙雪树的树叶制成了 只有上等的小提琴 才配用龙雪漆 非常的名贵 然后再到美洲的一些地方呢 有一种龙雪墨 被用在巫术里面 巫师们会用龙雪墨来画符 或者写咒语 据说可以增强法力啊 很有神秘色彩 总之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树会流血这件事啊 确实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魔幻 所以血结才被赋予了 更多特殊的意义 不过要说到魔幻的话 那索克特拉岛的龙雪树 那就真的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那么实际上呢 索克特拉岛之所以被称为 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 有很大一部分功劳 要记在龙雪树头上 其他地方的那些龙雪树 说实话啊 你要是不砍一刀 没见到流血的话 跟普通树也没什么两样 索克特拉岛的龙雪树呢 就不一样了 单单从它的造型 就会让你觉得与众不同 相信绝大多数人 都没见过这种造型的树木 索克特拉龙雪树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树冠 如果是外星人爱好者的话 我觉得第一眼一定会联想到飞碟 活脱脱的就是外星人 把飞碟停在了柱子上 是吧 然后看习惯之后呢 你就会开始惊讶于它的结构了 只有上表面才有树叶 下表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枝 而且不管是树叶还是树枝 都不可思议的整齐 要说有人修剪的话 还差不多 野生环境里面 它们是怎么长得这么整齐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说是自然环境 把它们修剪成这样的 根据科学家们研究 在盘古大陆分家之前 索克特拉龙雪树就出现了 非洲大陆的北部 普遍都有这种龙雪树 当时索克特拉岛还跟大陆连在一起 属于亚热带气候 不像现在这么干旱缺水 所以龙雪树的长相还算比较正常 后来非洲大陆的气候发生了变化 沙漠化非常严重 大陆上的龙雪树遭遇了灭丁之灾 不过索克特拉岛因为相对独立的气候条件 这才让龙雪树存活了下来 好吧 活下来是活下来了 不过气候也变干了很多 于是乎突变加选择的自然机制 开始发挥作用 刚才他说了 说瓶子树应对干旱的措施 是尽量少长叶子 多存水 所以长成了个瓶子 那么龙雪树突变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的叶子只长在最年轻的树枝末端 如果这根树枝的末端 因为开花或者被鸟捉了 停止生长的话 那它就会一分为二 分叉出两根新的树枝 然后又只在新树枝末端长叶子 就是这么一个生长机制 让索克特拉的龙雪树 用尽可能少的叶子 得到了一个遮阴的大树冠 这样既减少了土壤水分蒸发 并且还给幼苗提供了一个 凉爽的成长环境 这就是龙雪树的生存之道了 好吧 索克特拉的龙雪树 虽然已经演化了上一年 不过现在呢 它们正面临着新的威胁 具体来说的话 一个是全球气候变化 导致索克特拉岛越来越干旱 岛上有些地区 已经不适合龙雪树存活了 另外一个原因呢 来自于人类的威胁 目前索克特拉岛的常住人口 大约有5万人 砍伐树木和采集龙雪 都会造成破坏 另外居民们饲养的山羊呢 会啃是龙雪树的幼苗 所以在人类居住区附近 就很少见到新长出来的龙雪树 好在啊 现在人类已经意识到了 龙雪树面临的威胁 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 希望这种奇特的 酷似外星植物的树种 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吧 最后啊 咱再介绍一种 让人觉得不太真实的树 谁呢 它就是在非洲大陆 被称作生命之树的猴面包树 一听到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吃 是吧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呢 就是因为它的果实 有类似面包的质感 是当地人重要的食物来源 那么实际上呢 除了食物之外 猴面包树还能提供一定的水源 猴面包树的树干非常非常粗 最夸张的能达到10米 树干的质地很松软 所以在雨季的时候呢 就可以吸收存储很多水分 到了旱季 当地人就可以从猴面包树的树叶当中 来获得饮用水了 甚至有些松软的富含水分的部分 直接吃掉都可以 这就是猴面包树被称为生命之树的原因 另外啊 猴面包树还被当作水缸来用 人们在树干上挖出一个树洞来 下过雨之后呢 赶紧把水挖当中的积水 用水桶灌进树洞里 然后用树枝和灌木把口给封上 这样就可以存储很长时间了 需要用水的时候 就去树洞里打水 这种利用猴面包树 存储水的方法 对于干旱缺水的非洲地区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说全世界的猴面包树啊 一共有8种 除了非洲大陆的这种之外呢 还有一种在澳大利亚 另外6种全部都在马大家斯加岛 其中马大家斯加的巨型猴面包树 可以说在所有猴面包树当中 最具魔幻色彩 它的树干啊 虽然没有非洲大陆那种那么粗 但是也能达到3米左右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高度非常非常惊人 能长到30米高 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 而且树干又光滑又笔直 还真有种高耸入云的气势啊 是吧 不过相比之下呢 它的树干就显得很低调了 只有为数不多的枝叶 猛一看的话 会让人觉得是树根在上面 所以啊 也有人管巨型猴面包树 叫上下颠倒的树 那么至于它树干很小的原因呢 相信看过今天的节目之后 大家自己都能推理出来 咱就不具体说了 最后啊 其实有件事我有点好奇 就是今天咱讲的这三种树啊 瓶子树 龙雪树 猴面包树 每一个都感觉很不真实 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 最魔幻最不像地球生物的是哪种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一下 那么留言区里见吧